大家好 歡迎來到HK026.com 我是Apple的Kim師傅 我們這次又見了 Apple 你好 大家好 這次我們又說你西貢有些經歷 Apple 這次又是說我兩位好朋友 記得上幾集我們也看過他 電單車被人推 這次他在西貢一條村裡住 其實他也是一些街坊 後來我們很熟悉大家做朋友 這對夫婦是怎樣的呢 他們住在底層的 他們在村裡租了底層的單位 通常你也知道是三層的 因為他養了幾隻小狗 他有很多大狼狗 他很喜歡狗 於是有一次他跟我說 他跟太太說 他太太在廚房住 聽到狗不斷吠 他不斷吠 他去外面看 看到一個是外籍人士 即是一個西人 站在門口 他在外面有很多芭蕉樹 我相信很多 如果你是道教 或是其他教派 他們也會覺得 坊間也有說 凡是一些椒樹 就會有些芭蕉精 但我們今天就不說這件事 因為他是信過派 所以他經常跟我說 是否有芭蕉精 他說我看不到芭蕉精 我看到一個外籍人士 一個外籍 挺美女 他還這樣跟我說 站在門口下雨 他外面有個花園 他經常站在花園外面 我看著他的屋 他不理他 因為他見我幾次了 其實他有沒有以為是隔離人士 他很忙 他又不理他 因為他不懂英文 他又沒有跟他打招呼 知道他常常站在那裡 沒有理他 我猜應該很實體 他進去看看太太煮東西 整年 突然間那個外籍女士 就進去她的廚房 跟著她一起進去 進去廚房 一直走進去 他覺得不到對路 我都沒有叫你進來 我又不認識你 為什麼你會進來 然後走進去廚房 於是他跟他的太太說 他又叫他太太阿B 他說阿B快點出來 他說什麼事 我正在煎一條魚 你不要來 你出來 你出來 他一直都沒有說 他一直跟我說 家裡經常有外籍的西人 到後來他已經搬離開那間屋 有一次他來我家探望我 大家就講開這個 我們講開風水 講開東西 他就講開這個故事 他太太在煮菜的時候 他叫他快點出來 他太太看到那個女人 看不到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那些狗就經常向著一個方向 不斷廢 但看不到 只有你的朋友才看到牠 是的 所以有些東西是信不信由你 奇異事件又是一個 好 大家有興趣再知道 睡多一點 想到HK026.com 下次見 拜拜